小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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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知道什麼事 欸 我的麵餅呢 我建議 把蛋黃酥給 夥伴來微波 小白 超便的 小白 小白 生理 小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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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微波一顆 九度半點 放開那顆月筆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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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哥吉拉 你知道這顆裡面 有忍之士嗎 在蛋黃酥的裡面 是我們的蛋黃 蛋黃還有水分跟靈質 當你把這顆蛋黃酥 放進微波爐的時候 快速的加熱的同時 水分跟靈質會有能量的散出 但由於膜的包覆 散不出去 因此就會衝出這個蛋黃酥 因此爆開這樣了解了嗎 呃 如果 你真的要吃的話 我建議把蛋黃酥給 夥伴來微波 勾吉拉 試一試 最後再次提醒大家 可以使用的微波餐具 有 陶瓷類 玻璃 不可以用 金屬 以及不可以微波的 塑膠餐具 那食物的部分呢 有膜的 帶膜的 例如 番茄 辣椒 葡萄 這些帶膜的 還有高油脂的類型 例如 蛋黃酥 這些都不建議 放進微波爐 understand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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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